你講話我不喜歡聽 你就沒有畫面 我一直不叫你 雖然你講話 麥克風也不熟悉 你希望這種少了一個來賓 如果你講話導播不喜歡 事實上他是可以控制這些事情的 導播是導播出的第一個功能 可能比較少用上 因為這個功能是你要有過部機器 要拍證據節目啊 拍探望鏡節目 或者是演唱會 才會用到導播給你這個功能 我現在要講第二個功能 第二個功能 他是可以把影像做疊合的動作 像剛才我們請男老師來當一個Marvel 我攝影機開機之後呢 畫面會出來在這一錄 就是我的攝影機來做我攝影機的畫面 然後呢 第二個這個鏡頭 是我剛才在下雨裡面拍的實景 然後最終呢 就合成成這個畫面 如果我現在按錄影的話 就會錄這個畫面起來 那你們幫我仔細看一下 這個畫面現在有幾層 兩層 仔細看喔 三層 老師 你手伸過去碰起來的爛 另外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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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另外一個手碰起來的爛 一二 一二 一二三 至少三層 三層 在這樣是三層 沒有錯 因為左邊這個畫面 這個是遮罩 因為我都遮罩 這個刊 所以這是我遮罩遮沈 現在這個畫面這是三層 那我今天給你們的功課 就是你們今天的 就是受訓的期末考試 就是你們要做出一個這個 一個人要錄至少20秒的影像進來 那這個背景圖我已經請 就是主辦單位跟各位老師講了 你們再幫我查一下這個 筆圖的規格 它是1920x1080 這個是你們家電視的那些大小 這叫1920x1080 什麼意思呢 這是一台普通電視 這會發光會有顏色的原因是因為它裡面有一顆一顆的點 液晶 那個液晶會顯示出三顏色 從這裡開始數12345678 到這裡剛好是1920 19820顆 從上面往下數會是1080顆 這就是解析度的意思啦 假設說我這台電視